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只学佛经 不实修的 先学佛经吧 会实修的 给他们实修 我估计他们都不会实修 不会想到要实修 永远不要这样 实修到最后那个时候 他有那个定力吗 永远不可以 就叫刘师兄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位师兄很有智慧 就很聪明 但是呢 他前面有很多事 很多事他去做事 他现在是定力没有 戒律没持 没持好 戒定会三选 戒律的定力没有 那现在呢 如果他要入门 他一定要戏从经典中 因为他现在如果是就像他这种状态 如果我现在让他去修订修建 他是拿不出那种新的 你知道 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 就是什么都经历 他没有激情的 他经历过太多的了 在人的红尘里面 你让他现在去打坐 他觉得也 我安住在这 我喝茶也能安住啊 我不烦 我也没啥烦的 烦也我能够安住啊 他觉得可以 但是他明知道这个又不是佛的状态 这个又不是成道的状态 但是 但是现在你让他去坐电上 坐三个小时 他不会做的 让他持戒 他也觉得 我也没有特别的诱惑 没有东西诱惑我 我吃个傻戒啊 是不是 我身心我都不在意这些 所以戒给这一块 他已经不能从你这块戒入了 他一定从经典戒入 直接从佛的就是文字里面戒入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他讲经典 经典讲得很好 然后很通俗 然后他从里面突然了知了宇宙的那种真理 突然 就是凭他呢 在这儿的 他会慢慢窃入 一旦他进去 他了解了 哇 原来这个宇宙这一切是这样 他会把以前 几十年的东西突然在一刹那一个了断 那一刻 你让他好 他突然坐在坐电上来 也是坐十个小时 就是说从哪一个地方窃入 就是说他是适合就是从经典切入 就是说目前你的状态 是要从很通俗的经典切入 而且一定要看懂 还不是念经 一定 比如你看到一本经 然后你可以做十二小时 我相信 十二个二十个要行 而且你不用持戒 你直接就是心戒 就根本就不用受戒 你肯定会持戒 就是没有东西 他都什么也不想 无所谓啊 什么也不是你说你能够诱惑我 他要真的懂的话就没有东西可以有 他不会更抗衡 就是每个人的音乐不同 当然你现在又有钉又有街 又有经典更好嘛 继续啊 可能年龄原因吧 可能年龄原因吧 我记性还是有 那就好 那我就有记性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阅历 经历的 阅历 还有耕气吧 很多原因吧 很多原因 他们都觉得应该 我应该学净土 嗯 老老是学的 法门平等的 什么一些 不学学 净土法门是烧着就学了 对啊 这个心中念佛 心中有佛就念佛嘛 无效念佛怎么念啊 所以净土 净土肯定每个门派到最后都要设念 就是你不管学什么到最后都要解起净土 就是对 有的 都会念 都会念 我们其实真的阿弥陀佛 南无关西菩萨 阿六座大明座 这些都可以了 都属于净土里边 就算了 对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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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